尔湾全新的大挑高独栋别墅 也是尔湾中产的最爱 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些房子都有哪些亮点 一进来首先看到的是两层楼的大挑高的客厅 大的窗户 大的玻璃推拉门 这边还有完善的厨房 超级大的倒台 完善的厨房电器 那么当咱们走到前面左转的时候 还会看到它有一个pantry 也就是说这里可以放一些不需要冷冻的东西 这个已经成为了大房子的标配 大家好 我是尔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咱们继续挖掘这个房子的亮点 接下来咱们会看到位于一楼的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有它的亮点的 首先一进来 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客厅 对 这个卧室是带有自己的客厅的 之后往前走 这里是它的卫浴 单水盆的一个设计 整个这个卧室就是一个套房 前面就是这里的卧室了 并且配了侧院的一个大窗户 这个时候如果在侧院里种上花花草草 非常的漂亮 整个房子是3170尺 四房4.5个卫生间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 这一面大窗户多漂亮 现在的新房因为建筑结构的发展 所以越来越倾向于做出这种大的空间感 上二楼之前 阶段性的总结一下一楼的配置 大条高的客厅 大的厨房 然后一个大卧室的套房是带客厅的 一个全的卫生间 一个半的卫生间 两车位的车库 咱们从二楼看下面的大客厅 非常的壮观 一楼已经有一大一小的两个客厅了 二楼还有一个客厅 就是现在视频里看到的 现在咱们先看二楼的次卧 二楼是两间次卧 一个主卧 还有一个洗衣房 一个客厅 那咱们先看它的次卧 这里是位于二楼客厅旁的一间次卧 面积中规中矩 并且这个卧室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二楼的洗衣房 就是在走廊的右手边 洗衣房里面配有水盆 洗衣机 烘干机 橱柜 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洗衣房 接下来咱们看另外的一间次卧 位于走廊的尽头 这个次卧也是带有独立卫生间的 所以它每间卧室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 现在咱们去看它的主卧了 这个房子的持有成本 1.25%的低税率 大概190多的一个HOA 主卧的大门就在这里 进来之后这么大的窗户 整个一面墙都是 这样的设计你喜欢吗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采光 咱们走近一些 来感受一下这个窗有多大 当然了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要看这个主卧的卫生间 是什么样子的 看完了这个大窗户之后呢 咱们转过来看一下卫生间的样子 首先呢 这个卫生间设计了一个湛羽 一个浴缸 并且呢 有一个双水盆的大镜子的设计 而且呢 这个镜子是这种拐角的这种设计 配备了非常多的柜子 而且呢 再往里面走 这里呢 就是它的一个衣橱 目前呢 这个户型有房 256万 你觉得怎么样呢 现在呢 咱们要回到客厅 再感受一下 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单独来问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持续给您带来 最具性价比的方圆 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咱们下次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